要说这几年电视银屏上的宠儿,肯定非大女主剧不可,从《甄嬛传》起,大女主剧就开始霸屏发烂,不过在今年大女主剧,终于有点退销的迹象,周续的如意传,范冰冰的银天下也各种原因不能播出,能播得烈火如歌,服有有道吗都不认,也只有愚症的演习攻略, 能折腾出点水花,不过这部剧又被《舞动乾坤》的导演张尼迪斯说,不是剧的剧,以鱼妈的度量,听到这话肯定系到翻白眼,而昨晚,被受瞩目的《舞动乾坤》也终于开播了,如果你看你了那些披着大女主外衣的玛丽苏剧,也可以换换口味,看看《舞动乾坤》,这种燃爆了的大男主剧,还可以一边追剧,一边玩《舞动乾坤》手游,游戏, 也几乎还原了全剧情,在你真实的体验灵动,是如何从平凡少年里席,为拯救世界的大英雄,《舞动乾坤》才开播三分钟,男主灵动就被提连,还真是货真价实的平凡少年啊,虽然有的网友说,《舞动乾坤》节奏快了点,低头望一眼,手机,就不知道播到哪了, 第一集两位女主,樱花怀和林青主演全都出场了,不过这部剧从六十集深浅到四十集,节奏快一点也能理解啦,《舞动乾坤》手游里面,也是神还原男女主CP前阅场景, 这次的特效也意外的不错,不愧是吃了剧《赌足》的特效,其实,《舞动乾坤》这部剧在未开播,的时候就被唱《山玉丁》会谱,当初,网友知道导演张力要拍《舞动乾坤》的时候,就对他失望,觉得他像玄化大IP低头, 而知道男主是洋洋的时候,更是替他担有缓结要不保了,因为张力可是国宝级导演,他导演的历史剧《走向共和》《大明王朝》,到晚平分一部9.6,一部9.7,十几年来无人超越,而洋洋呢,去年的三生三世实力桃花,让他遭遇全网群潮,口碑一落现账,那么,张力真的会因为洋洋而缓结不保吗?其实未必, 张力导演之所以选择洋洋,就是因为他觉得洋洋是林洞的最佳人选,据说张力兴也参加了选角,因为洋洋的完成度最高而被挤走,而洋洋此次也献出了自己最大的诚意,为了拍这部戏,在剧组待了整整一年,期间不要戏,也几乎不参加活动,作为流量小生,损失的可是白花花的的钱啊, 记得洋洋曾经说过流量小生都想赚快钱,不可能在一部戏上花上半年时间等,洋洋做不到的事情,洋洋做到了,不仅如此,这部戏那么多拳拳到肉的大戏,洋洋全部亲自上阵,因为导演对男主的要求就是要多虐,不是感情的虐,而是身体发布的虐, 所以我们能看到洋洋被拖行被揣脸,被遇在女汉里,甚至因为受伤过于严重,之中不得不停止拍摄,然而这一切却被网友说是刻意卖惨,导致洋洋本人都害怕卖惨了,除了打戏不用替身之外,洋洋还牺牲了自己的色相, 因为,舞动乾坤是一部货真价时的大男主剧,男主本是一个可爱少年,一路打怪升级成为操大叔,嘖嘖嘖,你看洋洋之前后的反差,小八还记得,洋洋以前可是一个无论他啥角色,都要特意端着个把刀总裁犯的,把偶像包袱刻重了,这次赢了舞动乾坤,洋洋可以说是豁出去了,神还原小说本尊, 而且,舞动乾坤同名手流也是紧贴剧情,大家还可以提前去游戏里看剧落,单单从洋洋为舞动乾坤的付出,小八就觉得可以把洋洋踢出四大流量小声了,因为他真的不在乎流量了,而是真心想当一名演员,小八看好他。